俄罗斯随着其自身经济实力和新的国防政策的不断提升 其海军舰队逐渐开始加快步伐 走在国防的最前沿 俄罗斯人对于力量十分向往 对一切物品都喜欢造型大的 这种特点在许多军事应用中得到很好的证明 世界上最大的潜艇就出于俄罗斯941潜艇 该潜艇身长175米宽23米 在全部下潜时排水量高达48000吨 完全达到了航母的排水量 可以在水下淹没120天或者更长时间 此外它配备了20个最大的2SM-52海上发射弹道导弹发射器 每个导弹都有10枚核弹头 可发射200枚核弹头 潜艇的船头有6个云雷发射管 可以射击云雷、水下高速导弹和水雷 与第一代和第二代SSBN相比 941核潜艇的机动性更大 尽管它运行时产生的位移较大 但噪音要比第一代小得多 采用双轴系统的橡胶绳气动减震系统 以及齿轮和设备的快体布局 新的隔音和水声隔音涂层 这一级别的潜艇 俄罗斯一共建造了6艘潜艇 这些潜艇的使用寿命为20到30年 需要每7年到8年进行一次大修 否则潜艇的使用寿命缩短至10到15年 所以可想而知 建造和维修成本是多么庞大 由于侵畏原因 世界上最大的战略核潜艇 将面临被转变为废金属的问题 目前俄罗斯海军只保留了三艘 其中的两艘还有可能被拆解 如此说来 941核潜艇可能要变成独一无二了 941核潜艇可能要变成独一无二的潜艇 941核潜艇可能要变成独一无二的潜艇